红仲秋案军检在今天侦查起诉终结了 而这个红慈庸一早就出发北上跟律师来会合讨论 如果结果不服其代他们不排除要抗议 而红妈妈则是难过落泪 她自责没有好好地保护儿子 对于军检起诉书当中 直指因为多名的直属长官对红仲秋不满将他送禁币 甚至说红仲秋已退伍在即不肯背执心 引来了范左线等人的不满 对于这些说法家属很气愤直指是污蔑 看到军检侦查终结起诉 红妈妈觉得还是没有得到真相 红爸爸一边看着记者会的直播只说看不下去 军检侦查起诉前民进党主席蔡英文也再次前往慰问红家 强调红家人如此争取真相值得大家尊敬 红仲秋姐姐红慈庸在上午得知军检将侦查终结时匆忙北上 法案我们有机会真的可以用到的话 也希望说能够给就是仲秋这边一个机会 然后还用这个新的法案来做审理 今天的结果真的不如大家预期 对那我觉得抗议可能也是一个必然 红仲秋死亡28天军检起诉18人 军检指出交红仲秋送禁币是多名红仲秋直属长官对红仲秋不满所致 甚至说红仲秋已退伍在即不被执行 引来了范走线等人不满 家属气愤直指污蔑江汉律师讨论后续